安播籃球快信 星期四早早NBA季后赛西岸准决赛G5 胡仁将会作客勇士 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方投4场赛事 胡仁手握3比1的领先 志气大勇 二勇士G4赛后甚至有消息传出更衣室氛围紧张 加上留给史提夫卡尔调整的空间几乎没了 看好胡仁能够五场内解决战斗 胡勇大战四番战以史提夫居里生涯第三个季后赛三双 胡仁全队三个二十加得分 朗尼获加最后一折十五分 佐敦普以生涯季后赛第一场零分 胡仁三分险胜告终 其实史提夫居里并非是三双常客 尤其史提夫卡尔治下的勇士 史提夫居里只需要发挥他的无求威胁 就已经足够 不用他进行过多的控球 但本轮系列赛 G2的十二次助攻 G4的十四次助攻 并交出季后赛单场三十一加十加十四的数据 之前史上只有三人打出来过这样的数据 2017年的单核三双黄韦斯伯克 2019年组结交手波特兰的四加时大战 以及前三双黄罗拔臣 将史提夫居里迫成同以上几位比肩 就是胡勇大战二四的缩影 勇士G2换正选 摆小阵容赢球 胡仁至三中途阔防赢球 G4史提夫卡尔再一次更换正选 G4格连还不够小 G4披顿上 这个变阵一度是成功的 勇士打出了适入跑光板太阳的压迫感 然后佐敦普尔上场 胡仁追分 有趣的是 最后一节之前 佐敦普尔的每一次上场 胡仁都能够追分 于是他在最后一节再都没有获得机会 这个就是佐敦普尔上阵所发挥出来的连锁效应 可怕的并非得分挂弹 而是他一上场就被胡仁追分 最终迫使勇士第四节 只能五个人参与最后十分钟 体力用尽 根由在此 安祖域见诗G2披顿 梅迪和特雷蒙格连 撇除最后一节的关键失误 都值得赞赏 拼劲 肉搏 跑动 尤其2披顿 至于基里汤迅一言难尽 勇士摆出小阵容 安东尼·戴维斯 开始确防后 他在E3 4中3分一共18中6 而这个是另一种连锁反应 安东尼·戴维斯 确防保护了三分线 基里汤迅无所适从后 胡人就不怕基里汤迅追打李维斯 D、罗素等 胡人就更加大胆上外线球员 李维斯D、罗素同D 书内达至4上阵时间 都在30分钟以上 然后朗尼获加全场比赛出战27分钟 最后一节贡献15分成为获胜功臣 勇士并非无一线生机 但比赛的缺死时刻 胡人不玩虚的 直接安东尼·戴维斯上线对韦斯提分居里 后者两次跳投不中 当然都不可以不提特雷蒙格连的个一次关键失误 结束了 勇士系列赛头4场赛事以1比3落后 如果用一句话例总结本轮系列赛 胡人哥边还有排可打 而且球员们越打越团结 这个源自于充足的阵容深度 和非凡的队伍营聚力 而勇士这边佐敦普尔越打越差 重心陷内控全民中 明眼人都知他志不在此 球迷寄望于浪花兄弟 长长超神并不现实 阵容方面 双方二五都无身的相缘 相关数据 一 胡人队史取得3比1领先后 的系列赛战绩 为39胜1负 唯一失利是2006年对阵太阳 二 这个是勇士队史第15次系列赛1比3落后 之前14次系列赛战绩唯一胜13负 唯一取胜是2016年对阵雷霆 三 立邦占是季后赛生涯取得3比1领先过阵 系列赛17胜0负 从未被翻盘过 四 上一位以后被球员身份在季后赛 最后一节斩获15加得分的胡人球员 是1997年的高比拜仁 1997年的5月9日 高比拜仁在胡人同着视的比赛中最后一节得到17分 同朗尼获加之4的最后一节15分 不多不少相差正好26年 可能这个就是明明中自有天意 想随时随地看NBA?等什么呀? 立即下个M直播啦!